在一个艳阳天 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 学习有关太阳在天空的位置 当您这么做的时候 要落实警告他们 永远不可以直视太阳 因为会伤了他们的眼睛 一天中您可以问孩子好几次 太阳在哪里 他们就可以找到 举个例子 您可以在清晨 中午和日落前问他们 然后您可以说 我们每天看到太阳 清晨升起 白天横跨天空 和黄昏落日 这个帮助孩子开始去了解 太阳和地球的移动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